谁瞧的病 马上给我绑过来 老爷息怒 别气坏了身子 事情你也真是的 你大婚在即 你说你这个时候你绞什么匪呀 郡主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肯定不愿意嫁过来的 孩儿已然这样 恐不是郡主良辈 望父亲 向九王府秉明情况 早日退婚 这是皇上遇刺的大婚 我岂能容你 拿梅家几百口人的性命来玩笑 我让你去靠科举 你靠吴举 我让你娶郡主 你 你眼下 好 你这是要气死我是吗 老爷 一来 事情现在受了伤 二来 事情他也是不愿意与九王府联姻 依我看不如 将郡主许配给世缘吧 对啊 爹 许配给我吧 闭嘴 你个成天逛青楼 炮赌场的家伙 有什么脸娶郡主 爹 那至少我能看着这郡主吧 那不像是谁 是与此的婚事 岂容你们胡闹 若是世明还在的话 还轮得到 你们这两个废物 大哥若还在 也不过是你的妻子 叛龙夫方之勇 好啊 你现在敢教训老子了是吧 上家法 老爷 少爷他是口不辞言 事出有因 今天是大夫人的忌日啊 闭嘴 大婚在即 如果打伤了少爷 该怎么向郡主交代 司衡院代替受罚 梅世卿 皇上赐婚 是良配你得娶 不是良配你也得娶 一个瞎子 我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爷爷坐 好 舒服吗 舒服 是吗 您是 女儿啊 你看看你这个家 哪儿有皇亲贵妻的感觉 家地空虚 就剩下王府这个空家子了 爹爹 我听说 婚事是您跟皇上求来的 那您能不能再跟他说说 让他把婚事取消了呀 这可胡闹 皇上亲定的婚姻 抗婚就是抗旨 你必须嫁 爹 青州梅将军的三公子梅世青 那可是远近有名的青年才俊 你嫁给他 那真是天作之恨 爹爹 青州地势偏远 这梅家又是一门武将 你真的就把女儿这么嫁了呀 我 爹爹 我看您是看上人家的钱财 和军中势力吧 自古皇室女 哪一个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婚嫁的 你必须出嫁 我 小云 看好郡主 准备待教 是 爹爹 爹 郡主 起来吧 我都说了 这招用了太多次了 没用了 这王爷不是也说了吗 梅家三少啊 是远近闻名的青年才俊 这说不定 是什么好婚事呢 什么青年才俊啊 我连他人都没有见到过 万一他是个丑八怪 万一他是个流着口水的傻子呢 哎 要不然这样吧 我逃婚出家 这万万不可 这是御次的婚姻 如果你逃回来的话 这整个王府 要株连九族的小姐 小姐 小姐 我们一文钱都没有中到